哈囉大家好我是Sony 今天要來開箱日本福袋的 Lulumi 2024年Lulumi在日本推出的 新春福袋 我買這款的時候 沒有想到今年我們康世美 就是跟Lulumi合作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Lulumi的其他周邊 就去看康世美的福袋 那這一代呢 主要是日本Lulumi他們推出的新年福袋 這一個新年福袋 一個是日幣7700塊 台幣大概是1700左右 它這個Lulumi的皮帶 兩面的圖是不一樣的喔 不一樣 他們今年這個福袋 開賣沒多久就完銷了 然後還出了第二批 因為我本來想要去找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的 結果看到沒有其他的 然後他直接第二批開賣 看來他們Lulumi在日本 也是非常搶手 側面也是有小小設計喔 所以四面的圖案都不一樣 裡面直接一個鏡子 一個鏡子 看一下我們家的冷氣機 我們家的西頂燈 怎麼搞得好像照妖鏡這樣 沒有它是一個鏡子 然後它是一個軟的 軟版的鏡子吧 是這樣講嘛 就是它是軟的 它是軟的 好 它是軟的 然後不會散瞎 好 你可以放在玄關啊 還是浴室 欸 我覺得就算不貼 你放在包包裡面也很適合 就是我們的隨身鏡 都有一定的厚度嘛 假設你不會在乎這麼大片 你夾在你的記事本裡面 翻開 欸 直接照鏡子 很方便 不會有人知道你有偷偷戴鏡子 有一個乳乳米的軟鏡 第二個 口罩 這個小不點的口罩 這個口罩應該還蠻適合騎車的時候戴的 而且應該是女生款 沒有很大 厚的襪子喔 怎麼都一直拿到小不點 小不點的毛襪 好可愛 然後它的土是在腳板上面 還有蝴蝶結喔 一個金屬的盤子 盤子 看你要放什麼小東西啊 包便條紙 也是便條紙耶 它是小卡片 它裡面是這樣 有兩種 右邊這一個 它是小卡 後面是條紋的 然後這個藍色的 它是信封 信封 所以它是乳乳米的小卡片喔 這個小卡片有十張 這個信封有五張 一個磁鐵匣 磁鐵匣 這個貼在冰箱上面很好用 這個貼在冰箱上面很好用 磁鐵匣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一小罐 170ml 它是真空罐耶 170ml的真空罐 這麼小 這樣子而已 真空罐 它外包裝上面是有寫說可以適合 放嬰兒的食品啦 對可能就是對我們大人來說 這麼小的真空罐 其實日常一般沒有到那麼常使用 但是嬰兒小朋友可能會有一些 容量比較少的東西可以用 這個真的很特別耶 這個看起來很像是化妝包 對你可以當一般的化妝包用 裡面你可以放東西之外 它前面跟後面還有另外的功能喔 它前面這一塊看得出來很像什麼吧 很像我們在放獅子巾的蓋子 它就是獅子巾的蓋子 那獅子巾放哪裡 獅子巾放裡面 這裡放你的化妝用品 前面這裡還有一個密封袋的夾層 是讓你放獅子巾用的 或是你想要放衛生紙也可以啦 對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密封的地方把它合上之後 這裡打開 你就可以從這裡抽出來了 後面這個就是真的讓你放衛生紙用的啦 所以你剛剛前面那裡主要放獅子巾 衛生紙你可以放這裡 你放那個小包的隨身攜帶的面子 我覺得這個好棒喔 尤其是前面這裡可以讓你放獅子巾 我把獅子巾放進去了 你看這邊 沙威龍咧 撕開 然後你就可以把獅子巾抽出來 另外一面 衛生紙放在裡面 藥就抽出來 這樣子 所以你裡面這邊的夾層 你就可以放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當你的化妝包用 或是女生嘛 你可能可以放衛生棉 這包還不錯 這個真的還不錯 這個應該是馬克杯喔 它不是馬克杯 它寫它是玻璃杯 它是玻璃杯 你看那個亮度 敲起來聲音 這個是玻璃杯 但是它不是耐熱玻璃 它這個不是耐熱玻璃應該不是很好用吧 它的顏色 有點像竹母綠喔 我覺得這個是 有愛 有愛才會用的顏色 我這一包裡面怎麼拿到 這麼多小不點的東西 你看這一個 玻璃杯 是小不點 它送的一支原子筆 上面也是小不點 還有 還有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它是電池的儲存容器 它這邊是有跟你說 使用方式 很多種電池 這個打開 不一樣 你看 這樣子 一層是這樣 另外一層 這樣 還有一層 就跟那個 奶粉的罐子一樣 有很多層 然後它每一層看起來都 真的很明顯是 放不同電死的那個規格 電池儲存器 它是充電嗎 所以我只能放 充電的電池 這個電池儲存盒 應該是 早年的時候在用的吧 現在還會有人用這個嗎 只好 放到福袋裡面 送出去吧 蛤怎麼辦 日本乳乳米的這個福袋 我不行欸 這些就是我 乳乳米福袋裡面的商品 然後它還有這個袋子 對它就很簡單的替代 只是它的顏色 做得 很繽紛 對這個是 日本乳乳米他們推出的新年福袋 都是乳乳米他們的周邊商品 也就是他們日常一般也在販售的 如果你是乳乳米的愛好者 當然 周邊商品你就一定不能錯過了 如果你是想要實用性的 那你就看一下 康氏美今年跟乳乳米合作的福袋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 留言分享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